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全球條報 我是郭重倫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2012年上台以來 就大力大刀闊斧從事軍事改革 19大落幕中共新一代領導階層確立以後 他日前率領新任的軍委前往指揮中心視察 輿論分析習近平此行除了慰問軍方傳達打造 現代化軍隊的目標之外 透過新一代軍委名單 他朗勞掌握軍隊的決心也昭然若見 請看我們的報導 身穿迷彩服走進會議廳內 受到軍官熱烈掌聲歡迎 19大落幕中共新一代領導班子建立之後 身兼中央軍委主席身份的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日前第一次率領新任軍委 前往聯合指揮中心視察 你們使命光榮 責任重大 你們辛苦了 我代表黨中央中央軍委 向你們表示慰問 祝你們一切順利 感謝主席官 除了透過視訊通話 慰問駐守各地的解放軍 習近平也不忘指示部隊 加強戰鬥能力 隨時做好作戰準備 他表示軍委會必須領導軍隊作戰 贏得戰爭 並承擔黨和人民賦予的使命任務 分析就指出 習近平此行目的是要強調實戰 希望盡快將解放軍打造成能戰能勝的現代化軍隊 我們這次來就是表明軍委備戰打仗的一個鮮明的導向 習近平2012年上台以來 積極推動軍事改革 先前一度傳出 為了避免權力過於集中 新一屆的軍委會副主席 將從兩人增加到四人 但十九屆一中全會 還是決定指派許其亮 張又俠 兩人出任軍委會副主席 而且軍委委員更縮減到只剩下四人 再加上新一批軍方中央委員 超過四分之三 都是新任 改革力度空前強大 習近平將軍隊牢牢掌握在手中的決心 昭然若揭 我們今天來談解放軍的軍改 在我們現場特別邀請到 中華戰略學會的研究員張靖 張先生 張先生您好 您好 崇仁兄您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想先談人事 我們在過去十九大 談過不同的面向 但是軍事這個面向一直沒有談 我想先問您就是 軍委會中央軍委會的組成 現在看起來是除了主席以外 另外有六名成員 其中兩個是副主席 這跟原來當初的猜測 有多大的距離 因為原來說可能副主席 是四個人 現在是兩個人 原來猜測 軍委委員名單比現在要多 現在只限於這個六個人 這是什麼含義呢 我想應該是這樣來講 我們今天對於人事上的觀察 我們基本上直缺就跟棋盤一架 而真正擺上的人就跟棋子一樣 但是我必須要再提醒 就現在中央軍委的 他的人事編組兩個副主席 跟四個委員 我必須要提醒 根據中共的黨章第十九條 這裡面有關人事的安排 以及後面第二十二條的 有關人事的安排 其實在每一次的中全會 中央委員的全體會議之中 都可以繼續的增補 從中共建政或者建政以來 所有最高軍事 無論叫國防委員會 或者是軍事委員會 這些基本上都沒有定制 經過很多年的努力 其實有很多時候是根據 跟中央軍委主席個人的關係 一直到十六大四中 那時候完成增補 才變成定下的真正的制度 也就是說 中央軍委的委員 跟他相關的行政職 是有對應的關係 也就是那時候設立了 兩個副主席 而兩個副主席的話 是分別管 也就是我們粗略的講說 管軍政跟軍令 那假如說 在政治傳承的這個時刻 譬如說是單屆的 這是全國 單屆的那個 就是單數的那個 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 就會增補一位 這個就是說 文職的副主席 那就是 這個就是第一副主席 那就是政治傳人 未來的這個接班人 但是這個八名的中央委員 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 十六大四中才確定的 分別是國防部長 總參 總政 總後 總裝 海軍 空軍跟二炮 但是隨著這個中國大陸推行這個 所謂的深化國防及軍隊改革 我們都知道它整個四大總部的職能 變成15個職能單位 所以按照原來的黨章第二 23條 所有相關的這些整個的調整 以及就像23條說 總政管黨的工作跟政治工作 這些都必須配合調整 所以在這個會前的之前 大家就預期到這個中央軍委 可能要重新定制 但是就目前人事的安排 我們很難講說他已經完成了重新定制 也就是說定下這個制度 其實就領導而言 他是建立威望跟工業 所以從十六大四中 當時江澤民主政之後 他能夠定下就是這八個職務 就是這八個委員 然後兩個副主席 一直沿用到十九大 你不得不講說 其實江澤民他的威望 以及他這個定制 建立了體制化 這個是應該給予他的肯定 那現在這個就是一中 目前擺的是四個委員 兩個副主席 那未來會不會二中 三中四中繼續增補 其實我是覺得是可能的 因為我們要知道 就目前軍管的這個深化國防 及軍隊改革的話 它的設定結束的期程 是在2020年 那個是跟整個中央 這個是一樣的 同步的 手拉手齊步走 我們回溯到 十八大三中的時候 中國共產黨 其實通過了一個文件 這十八大三中的時候 是有中共中央 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決定 那其中呢 它有頭面的一張的開頭 跟最後一張解釋 有關相關的組織的規劃 那總共有十四個重大的方向 這個全部的這個決定有十六張 而第十五張 也就是第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 這三點就把整個 所謂的這個就是軍改 要軍隊深化國防 與軍隊改革的各個的面向 組織的調整 這個軍民融合 以及有很多就是有關體制 以及軍人保障的制度 這些建立講的非常的詳細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其實如火如荼的這個就是推進 我們現在倒知道軍機以上啊 也就是說他們稱之脖子以上 都已經完成了 那當時整個規劃的過程 我認為有幾個東西 我們倒是可以去注意 第一它充分的顯露出 中國共產黨堅持 這個是黨指揮槍的傳統 也就是整個就是這個改革的過程之中 從中央軍委 深化國防及軍隊改革的小組 到中央軍委的全體的會議 再提報到政治局 然後政治局透過學習 然後再做出決策 再交由中央軍委執行 雖然每一個主席都是習近平 但是啊 這裡面體現出來 就是說這個事情改革 不是只有軍隊悶起頭來做改革 他跟整個社會的另外啊 14項改革是齐頭並進 因為你畢竟要拆掉這個 拆掉30萬人 你要地方去接收 所以大家相互配合 所以這個深化國防跟軍隊改革的 那個學習的過程中 在政治局學習的過程之中 其實也做了政治動員的東西 所以他目前啊 到目前我一看 還有差不多兩到三年的時間 所以未來的磨合其實相當的 這個就是期生相當長 所以就目前的人事安排 隨便去斷定未來 其實是很難的 我們等一下下一段我們來談 因為剛剛張靜有提到 可能還有兩年到三年時間 到2020年才整個算是大功告成 我等一下回來想請你評估一下 到目前為止 軍改做得怎麼樣 然後整個軍改的目的 究竟如大家很多人講的是一個 權力鬥爭的產物呢 還是說它有一個特定的目標性在那裡 我們等一下回來繼續談